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重大事态之中 白景大臣一脸严肃的找到了他 半座又白景大臣解释一下 为何SH提交的新航线申请被补毁了 白景却将锅全甩给了开投行 说是因为开投行停止了对SH航空的贷款 既然资金存在不稳定因素 航行安全肯定会受到影响 他才不会的申请 至于开投行为什么要停止贷款 这当然是白景在背后给股船施压造成的 白景还说 月底是 他们会把帝国航空所有往来银行都叫过来 明然暗示半座 借时他就算想不放弃债权 也多么难知了 三山找股川询问具体原因 股川欲言又止 没敢道出实情 但即便如此 半座也能看出 这是白景向他施压的结果 并推错 银行里肯定有人在向政府通风报信 曾根捷在审查不失 既本常务曾知道的上司 而大和田自从金融厅下达整改令后 就变了态度 声称银行应服从政府指令 二人中的一人 必与政府有勾结 成功让各大银行放弃债权 是白景向诗人展示能力权柄的一大良机 他定然不会受回决定 他还想当上日本守卫女首相呢 半则显让中央银行 代替开拓航 为SHS航空提供贷款 刚将此事对大和田与基本道出 白景大臣突然上了电视 说如今所有银行都已同意放弃债权 只有东京中央银行不同意 抨击中央银行只考虑自身利益 不顾全体国民利益 中央银行一下成了全社会的对立面 基本要半则放弃SHS贷款一事 大和田也阻止半则 表示不想看到行长再受到类似的羞辱了 半则直言 一定有人在向政府通风报信 问是不是大和田 大和田表示 现在没空讨论这个 现在中央银行不能在伍尼政府 不然行长会受到更大伤害 看来这内奸 定是大和田没跑了 这是半则突然接到了森山出事的消息 森山为寻找运动SHS出资的公司 打电话联系时 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好在没升到关键部位 他还帮忙打探 哪家公司愿意接受帝国航空的荣誉员工 森山打心眼里希望 SHS有天可以成长 为与帝国航空比肩的大企业 也想借此机会对半则报恩 此事极大地鼓舞了半则 发誓一定要将此事办成 半则找到白景大臣 问他做的这些事 是不是因为自己违抗了政府要求 才故意针对自己 你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银行职员 我这个国交大臣相当于机长 你们这些罗斯丁 只要老是听质量干活就行了 半则却没给他面子 我身为罗斯丁也有自尊 如果有人看不起这份自尊 却还能占据两对的位置 我觉得这才是国家的不幸 航空与SH合作能使很多人都得救 还有益于整个日本发展 为促成这件事 有人在拼命努力 给两家企业牵线搭桥 你却肆意进他这份苦心与自尊 航空与SH的未来 由我来守护 开投行的古春 向白水银行介绍了SH航空 白水银行同意 给SH提供巨额贷款 古春告诉半刀 开投行是政府背景的银行 开投行里的高层 以前基本都在政府里当官 古春曾多次呼吁 进行组织架构改革 这次内阁会议主题之一 就是开投行的民营化法案 但就算法案获得通过 开投行官民议题的性质 也不可能轻易得到改变 他们无法摆脱政府的束缚 古春个人虽然也反对放弃债权 但他也无法违背上面的意思 别看白酒大臣表面是风光 实际上仍是击步一员手下的傀儡 辱得让他往东 他也不敢往西 语歌我都替他难受 董事会登天 半则仍坚持拒绝放弃债权 大和田拍摇而起 赤则半则 没认清眼前状况 半则指出 有借就有还 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 大和田仍唱访调 指出话虽如此 但舆论根本不接受 现在就算受到损失 也要首先考虑到社会的信任 你造成了这么大麻烦 简直根本没把行长当回事 我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行长一开始就说过的 对我行来说 回收债权是一项重大使命 是关系着我行尊严的重大任务 行长低头道歉 收下整改意见书 并不意味着向政府屈服 这恰恰向全社会展示了 我们中央银行是一家黑白分明 明辨是非 敢于承认错误的银行 顾客至上 这是行长也是我行的理念 航空需要的是着眼十年 二十年后能够自己的力量引力 即便如此 各位还要为这场显而易见的 政治作秀承担巨额损失吗 大和天听后 却收回了方才的话 转而支持伴德的想法 称这五百亿 是中央银行的尊严 不能轻易放弃 原来方才他是故意演戏唱反调 借伴佐之口 道出这份慷慨激昂的陈词 其他董事纷纷举手同意拒绝放弃债权 只有基本一人反对 真正的老狐狸 终于漏了尾巴 指出现今其他银行都同意放弃债权 只有中央银行不调不一 基本愿为自己的意见 赌上银行职员生涯 若拒绝放弃债权 除非解除自己的董事职务 基本是债权项目负责人 且势力很大 一拍桌一跺脚 基本派其他董事 不得不举手同意了他的意见 行长也只得同意了放弃债权 但此时落锤定音之前 伴泽要求再加上一个条件 若主要往来银行开投行 反对放弃债权 中央银行或以他们的行动为准 基本轻蔑的同意了 伴泽终于留下了最后的希望 现在可以确定 银行内勾结政府的大叛徒 就是基本了 伴泽要大和田帮自己个忙 大和田却白起了谱 连小学生都知道 既然求人帮忙 你得有应有的态度 关键的几个字 拜托年了 对吧 伴泽只好像念咒一样 向大和田低了头 伴泽与大和田找到曾根齐 用调职仪式压他 曾根齐终于承认了 他是受基本指使 做的这些坏事 没错 基本这老家伙 现在正愉快的和基布一员 白景大臣喝酒聊天呢 开投行古春将伴泽叫了过去 现今伴泽唯一的希望 就是开投行了 但古春说 高层已经决定放弃债权了 虽然他以为伴泽 与森林的银行家精神所打动 但介绍其他银行 已经是他能进的最大努力了 当然应该拒绝放弃债权 这点不仅是他 开投行里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行者一部分高层 不允许他们拒绝 不让他们反抗政府 有些事他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听完这些话 伴泽也哽咽了 终于到了联合发布会这天 白酒大臣 以及六大银行相关负责人 媒体记者集聚一堂 只有开投行的古川副部长还没到 不等了 乃元律师宣布发布会开始 要所有银行先后公开表态 是否同意放弃债权 按融资额从低到高的顺序汇报 谁知关键是过 大东江银行负责人居然说 他们会服从主办银行 及第二主办银行的决定 是身为银行家的尊严 让他做了最后的挣扎 第二个白水银行 居然也是同样的答复 客户业绩恶化时 参照主办银行的应对方式来办事 是金融业不成文的规矩 若主办及第二主办银行不放弃债权 那我行作为其他往来银行 也不能轻易放弃债权 这一话真是太提气了 接下来另外两家银行 也先后给出了同样的答复 乃圆与白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终于轮到中央银行负责人伴责了 伴责的答复是 绝不接受 这与之前的董事获胜的决定不一样 伴责表示 我行的决定 仅适应于开头行同意放弃债权的情况 我相信股川副部长 大救星主办银行开头行的股川终于到了 开发投资银行 对特别工作组提出的放弃债权的要求 不予执行 白姐大惊失措 其他银行负责人松了一口气 这意味着在场所有银行都拒绝了放弃债权 所有银行人不约而同鼓起了涨 只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下白姐在记者面前可下不来台了 原来股川在伴责发言前已通过短信将开头行的答复告诉了伴责 其他银行负责人相继也伴责激动的握手 面对白姐的质问 股川告诉他 刚才的内阁会议上 开头行民营化法案获得一致同意 开头行已成功从政府的束缚中解放了 白姐颓然而作 您曾把一线工作员称作螺丝丁吧 确实每根螺丝的力量都很微小 但面对错误的力量会竭尽全力 拼命抗争到底 每根螺丝都有各自的作用 客机上使用的螺丝超过200万个 少一颗飞机都飞不起来 在你眼里 我们银行职员只是颗微不足道的螺丝丁 但我们会尽全力履行我们监视的执着 你只顾盯着手向的位置 却轻视了脚边的螺丝丁 这就是后果 吉普一员大发雷霆 狠狠地剪断了盆栽的木枝 命摆脚今后要更加听自己的话 否则就会像那根断枝一样 被咔嚓 这时半则突然得知 自己曾经关过的小店的女老板智美 以前竟然也是银行职员 她还是行长的下属 智美和则是有关联吗 而此时 吉普一员将行长请了过去 音效着点 要行长与政府互相扶持 互利共赢 行长能顶得住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电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局全级公众号来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